Hi 平日出街,我不多不少都會化妝的 藍、濃、淡的 視乎是什麼場合 平日出街都是化一些普通的妝 可能唇色也是視乎當日的心情 今天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個 我平日出街會化的日常妝容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的話就可以繼續看下去了 事不宜遲,馬上開始吧! 出街最遭遇的就是不塗防曬 不想皮膚這麼快就老化的話 防曬是你其中一件一定要塗的產品 我用的是Domohan Wrinkle的防曬 它有SPF50和PA4加 還有修飾皮膚的功能 真的很好用 它還很好推 有時候我趕時間都直接用它 現在就快點推回它了 真的蠻容易推 我現在就是用Nars Sheer Glow的粉底 你也看到我很容易就可以點開 Liquid Foundation 它是我其中一種最喜歡的粉底 一來它的遮瑕度夠 但又不會說很厚 而且它也很水潤很容易推 薄薄的一浸就已經夠了 記住連頸都要塗上 這樣就跟臉就沒有那麼大對比了 大家有所不知 其實我化妝的同時 我是在唱歌的 我是播放一些非常澎湃的音樂 令到我個人精神一點 爽理一點 那眼蓋和眼底的部分 都記住要推均勻 之後我會塗上這個concealer 我正在用的是Clay Depot的concealer Stick 我先先塗在臉上 有什麼位置需要 瘡、眼底、泛紅 這樣 之後呢 就慢慢用手指輕輕地 印開 那它就不會拖到皮膚 連著粉底 都退開了 這樣 請搖樹我 我真的會聞過氣霧 控制不到自己 那我現在呢 就在塗上碎粉的 那這隻呢 就是GIVANCHE的四色碎粉 那它混在一起 就會變成透明的 但是記住 份量呢 就不要用那麼多 因為呢 它會變得很白的 如果用得太多的話 還有 你也不想變成粉樣的嘛 OK 粉底搞定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就會畫我眉 的 那我現在用的呢 就是 Atoot House的這個眉筆 那它另外那邊呢 就會是一個刷頭來的 那你就可以刷鬆了 那我自己就沒有用到的 因為 我懶了 哈哈 那說回它的眉筆本身啦 那它就是扁身的 跟Shu Amura 和Tom Ford那支的眉筆都很像的 那但是這支便宜那麼多 幾十元就有一支了 我可以說 這支的價錢簡直是沒有得輸呀 畫完眉之後呢 我就會用一支 一支Fluffy Brush 去染上一點點的 淺啡色眼影 或者是一些 contour的顏色 去塗上我的眼窩 遮上我的血管 還有 當然是畫上鼻子啦 那我正在用的呢 就是Charlotte Tilbury的 這個亮色 打亮 和Sculpting的palette 我就會在我眉骨位 打亮 那還有呢 就會用Sculpting那邊 去做一個Shadow 那令到我Jawline呢 就會是 當然 明顯一點啦 好 被音幕控制完一輪之後呢 我就會塗上這個 下眼睫毛的Base 那這個呢 這個是對我來說 非常之重要的 因為我的眼睫毛 是完全吃不到Mascara的 那MJ這支Fiber Base呢 簡直是我的LIFESAVER 沒有了它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睫毛會怎樣 之後呢 就塗上胭脂 那我現在用的呢 就是NARS的GATY 那這個顏色呢 它自然得來呢 都是偏粉紅的 那塗完胭脂呢 就到畫眼淚的部分了 那我就只會畫眼尾的 就是平時 那我現在用的呢 就是STILLA的 Stay All Day Liquid Eyeliner 那它的筆頭呢 都很尖很細的 那可以畫到一些很細的線出來 那簡直是我 最喜歡的 眼淚之一 說時遲那時快 那呢 我下眼睫毛的Base 就應該乾了 可以上回Mascara了 現在用的呢 就是Hurry Make的這個Mascara 它防水防油呢 就可以塗得 根根分明 又長又濃密的下眼睫毛 那最後呢 當然不可以忘記了 那今天呢 我就feel like 塗了一個Dark Burble的顏色 那這支呢 就是Charlotte Tilbury的 深紫紅色唇膏了 那名字是什麼呢 我就會在下面說回來 這隻顏色真的很漂亮 有沒有人跟我一樣 都是喜歡一些深色的唇膏的呢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知道 那接著呢 就很細緻地 描回唇膏出來啦 那畫完呢 就搞定了 大功告成 大家覺得怎樣呢 嗚 先弄回我的頭 嘻嘻 Yeah 什麼 原來還沒完 還有噁心的嘴嘴動作 喂 好 那大致上呢 妝就是這樣了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呢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次的分享 如果你們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這條影片一個thumbs up 還有subscribe我的channel 留言在下面告訴我 你平時化妝不可缺少的步驟 或者是你不可缺少的化妝產品 會是什麼呢 那我們在下條影片見 Bye